为了证明从未介入婆婆借贷 许小新透过和媒体LINE群组 贴出婆婆和富邦放贷专员对话截图 但让外界又心生疑惑 截图显示 许小新婆婆和富邦放贷专员 先通话5分17秒 相隔1分钟便改邮讯息对话 许小新婆婆要对方作证 是独自去屏东分行借房贷 而是否认识许小新 以及她有无施压 专员回应完全没有 前面先讲了5分钟的电话 接着才要向审问的方式来审问行员 不是先套好招了呢 北市议员林亮君嘀疯 这篇对话俨然是胖虎问大雄 我有没有欺负你 政治评论员温朗东则模仿创作一篇 自己参加国际大帅哥选拔赛 和主办单位的对话 直问前任冠军有施压 或给评审灌米汤吗 借贷截图引起讨论 上广播班早餐店日收入救火 也被点破 早餐店日营业额2万 女儿不该穷 被民进党立委黄杰吐槽 连家境都要骗 因为2018年许晓星选议员曾发文说 每天生活在狭小的店面 算着一个个十块铜板 日子真的是苦过来的 一说话就被自己的参选文打脸 家境的形容竟然也要骗 发现很多的破绽 他不惜破坏过去的人设 是不是也是一种政治诈欺呀 被问人设不同 许晓星仅表示早餐店属铜板和日营收并无冲突 但穿戴精品没问题 标准不一 才是这回被放大检视最重要原因 三连新闻林凯钧 温文轩 大宝当